要把它开起来之后 第一个101年102年 然后统计分析 把101年跟102年的结果帮我算一下 谁的机率最高 然后排名一下 那号码的话告诉我 最好是排前几名的告诉我一下 如果你刚好如果下课想要去投入账买 买一下 你可以算一下前七个号码是哪七个号码 最好列出一个报表来 你就直接就拿这七个号码拿去投注 看看会不会下一期就中了 假设了 只是打个比方 不要真的去拿这个号码 好那这里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第一个 101年的那个开奖 那开奖的重点应该就是在第一根追篮 它总共规则是 有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总共七个号码 那一期这个就一期 第一这一期 那这一期 每一期每一期开奖 那总共的话 101年 码挫向下 总共的话 有100列 减一 99期 102年的话 也是一样 码挫向下 总共有104期 那有这么多资料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 这么多资料里面 它的重量几率是多少 所以第一个的话我要先知道什么 它一号出现的次数 除以它全部总共出现的号码有几个 那就是几率了 所以怎么算 第一个当然 首先一样 所以康诊你可以用什么 刚刚是用过的康诊 康诊什么呢 range的话指的就是101年的哪个范围 可能就是这个范围 然后选起来 我习惯向右 然后control tube向下 这样就ok了 然后citeria的话就选一号 那个的范围选一号17个 那因为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按F4 锁列就好了 按个确定 ok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全部算完了 1号到42号 总共次数都算 但是我不是要次数 我要几率 所以要除以什么 除以那个 这边总共有开出几个号码 全部的号码 ok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count 所以除以count 这个范围全部的数字 看有几个 那就是它的几率了 所以呢 我们后面可以怎么样 干脆除以 除以什么 除以那个范围 不过这一题 我顺便讲一下 以后如果像这种范围 我建议你可以用定义名称 配合F3 什么叫定义名称 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如这个范围每次都要这样选一次 我觉得麻烦 那我导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预先怎么样 先选起来 先选七个 然后方法很特别 controll去个向下 全部先选起来之后 跟他讲说 这个范围呢 帮我取一个名称 取名称怎么取呢 很简单 先选对不对 选完之后 请你到左上角 这个叫名称窗格 就是在这里面呢 你输入一个名称 但是呢 它的名称开头不能是数字 你不能说101不行 所以干脆呢 不能用数字开头 所以呢 可以用中文开头 那我就 干脆取名叫什么 开奖101算了 或者叫什么 反正名称这个可以取一下 开奖101 Enter一下 特别注意哦 输入完一定要Enter 那以后 这一个名称 就表示 这一个范围 OK 你只要按F3 就可以把资料带过来 另外的话呢 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因为等一下 开奖102也可以用 这个范围切过来 一样的方法 先把什么 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Ctrl-shift向下 然后这个名称呢 我叫做开奖102 Enter 记得这个一定要Enter 因为之前同学 打了忘了Enter 根本没进去 好 那我怎么知道 有没有成功 你可以到公式里面 的名称管理员 公式 这边就蛮多同学 很少用 名称管理员 我跟各位讲 这个非常好用 一定要学 你学了之后 你就回不去了 真的 真的 我觉得 因为很多人 真的连名称都没有用过 我觉得蛮奇妙的 因为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基本上你 真的还不能叫 你会以Sale OK 所以我们可以在名称管理员里面看到 开奖101值的就这个范围 开奖102值的这个范围 你可以在这边编辑 也可以在这边删除重做 OK 好 那做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动作 我重新再来过一遍 刚刚这里的话 那个范围有没有 我就不用选了 我就按F3 F3呢 意思是把你已经定义好的名称直接带出来 所以以后呢 像我们我的工作习惯 我先把该第一的先定义好 以后按F3 清单就出来 我用选的就好 OK 这样的话蛮方便的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你公式变得很精简 为什么 不用那么一串 还有什么工作标 还有什么范围一堆的 还有双引号一堆的 另外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你用这个名称跟VBA结合的话 更简单 程式都不用改 完全不用改 直接就可以walk了 甚至一行都不用改 你只要会贴公式就好了 好 待会可以给各位看 那criteria的话呢 就是这个 OK按确定 好 向下填满 那100 再把它怎么 除以 其实你可以把公式复制一下 贴过来 为什么 因为算 开讲10有几个数字 所以不用count if 也不用逗点 意思是说 它里面总共几个数字 OK 这就是它的几率 打个勾 OK 算出来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 那个零点多看起来不是那么好阅读的话 我希望算到万分是多少 最好是万分是245 后面不要了 那就是除以多少 245除以1万这样的讯息 你可以怎么格式 按右键 出这个格式 你可以把它改成数值里面的分数好了 那分数里面的话呢 只有百分之多少 怎么办 百分之二 这样太少了 我现在万分之200 那怎么办 自定一下 你可以怎么办 后面再加两个零就好了 这样子就 万分之245按确定 向下填满 就出来了 这样感觉阅读性比较高 1万次里面 1号出现 245次 阅读性很高 所以以后呢 特别之后 这个就是按右键 出现格式 我是用分数这个来改的 以后如果没有万分是多少 你可以先选百分多少 然后把它设定后面再加两个零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OK 以后的话 没有的你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自己把它变出来 善用这个方法 这样的话 你可以做出很多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情 那101年做完之后的话 102年更简单 直接把公式复制 取消一下 贴过来就好了 把这边改什么 102 102不就OK了 打个勾 这样做 然后格式怎么办呢 用这个复制格式 有没有 把它刷一下 再刷一下 它向下填满 合计的话 就把两年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所以加个等于 这一年的 加上这一年的 打个勾 向下填满 排名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rankEQ 所以在统计里面 有个叫rank rnk.eq的那个函数 rnk.eq 按确定 它的排名 它的合计 跟全部比 就这个范围 control shift向下 OK 然后比哪一个 就是它 如果零或省略的话 当然就是递钱 理论上我们递钱 高的在上面 递是下面 所以再来就可能要把这个范围锁起来 F4 不过理论上这个也可以用名称 只是我先不要名称 按确定 OK 好 这样的话 我们锁列就可以向下填满 好 那你可以看到排名 有没有 第七名的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来就是第二名的 然后这第五名的 第三名的 第一名 但是这样不好阅读 所以最好排名里面 可以不用重新排序 我们可以直接干脆 假如它是前七名的 就帮我填颜色标注一下 不过会有个问题 如果我用设定格式化条件的话 比如control shift向下 用这个所谓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这个规则里面只要是什么 出生格只要是 应该是大于 应该小于等于七 给它一个格式底色帮我填一下 填成黄色的 这样就比较好阅读 7号就是这一个 第二名的 但是后来同学说 老师可是 这样子填这边 干脆不如填这边 对 好问题 但问题怎么做 所以想想看 如果刚刚你设定格式化条件 我希望排名是小于等于七 但是格式是这边 如果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可以做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VBI写都没问题 只是要怎么做 这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所以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开讲101 其实就指的是这个范围 选control shift向下 enter之后的话 第一名称 再配合 特别注意关键的地方就是F3 它的清单就列出来 然后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